我是一名农村的多肉植物爱好者 我的家有一个小院子 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多肉植物 我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 去看看我的多肉们 给它们浇水 除草 施肥 整形 感受它们的生机和美丽 多肉植物是一类能够在叶 金或根中储存水分的植物 它们有很多种类 比如景天 仙女碑 生石花等 它们的形态各异 有些像花朵般绽放成美丽的连坐 有些像石头般隐匿于土中 有些像龟甲般凸起纹理 它们的颜色也非常丰富 有绿色 红色 紫色 白色等等 我最喜欢的是紫太阳这个品种 它的叶片呈现出深紫色 在阳光下闪耀着光泽 它还会开出粉红色的花朵 非常漂亮 我把它放在院子里最显眼的位置 让每个来访的人都能欣赏到它 为了让我的多肉植物更加健康和美丽 我学习了很多关于它们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 根据不同品种和季节调整浇水频率和量 选择透气性好 排水性好 保水性适中的土壤 定期给它们施加 适合多肉植物生长所需元素比例的专用肥料 及时修剪枯萎或过长部分 并用剪下来部分进行扦插繁殖 保持良好通风环境 并防止高温高湿或低温低湿 造成腐烂或冻伤等问题 除了自己养护之外 我还经常跟其他多肉爱好者交流心得和经验 在网上分享我的作品和收藏 并参加一些展览或活动 通过这样 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并不断扩大我的知识面和视野 我的农村多肉植物小院 是我的骄傲和快乐源泉 在这里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赋予生命的奇妙和力量 在这里 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特色 在这里 我享受着与人沟通和分享的乐趣 每当看到我的多肉们茁壮成长 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我就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到 多肉植物的爱好者行列中来 一起感受这些小小生命 带给我们的惊喜和幸福